中共近来旅船高官接连失踪引发各界关注 最近在被发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自从8月29号在北京出席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体会议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李尚福将近两周的时间都没有公开露面 各界纷纷猜测中共内部的严重内斗 这回是否烧到李尚福身上 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在社群平台X上发文表示 李尚福应该已经被抓了 姚生分析指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和中共元老争夺军队 共军内部出现抓杀情况难以避免 甚至预言下一个出世的恐怕就是提拔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事实上中国国防部8月底才宣称要打击腐败官员 首次回应共军高层改组事件 既然在传中国防长消失 各界讨论中共内部大清洗可能不止牵涉贪腐问题 中共军队接连出现严重问题 美国驻入大使易曼扭也在X平台发文讽刺 习近平的内阁接连落马丢官 就像推理小说一个都不留的情节 刘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 日前解放军报两篇文章特别强调全面从严 其中光是纪律就出现23次 而言字更是高达79次 透露中共军队内部已经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 而随着共军纪律涣散以及厌战态度 习近平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接着媒体人何良茂认为 虽然李尚福是否遭到整肃还没被证实 不过若在持续调查下去 只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最后导致中共解放军溃不成军 预测这波整肃行动可能只会查到李尚福 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导指出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近期将出访中国 届时李尚福是否现身 也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接着张文珍整理报导 力尚福是否遭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